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家里面条件不是太好 尤其为了给我看病花了很多钱之后 我们家的情况就更不好了 所以我特别渴望去变成一个有钱人 作为一个男人 给我的家人 我的爱人 更好的生活 同时也是去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所以啊 我特别想去创业 我摆过地摊 做过推销 卖过衣服 卖过包 卖过仓鼠 卖过菜刀 记得那年 我初中毕业 那是个夏天 我进了一堆包 就到各个地方去摆地摊 那年蚊子特别多 别人见了我就问 哎 你怎么让蚊子咬上这个德行 我就冷冷地告诉他 因为我是卖包的 那个时候 我一天 只能赚几块钱 但是我感觉特别的幸福 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 我觉得我终于不再是那个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累赘了 那天碰巧 我碰到了城管 哎 我第一次见到那么 那么宏大的场面 我身边所有的地摊的摊主 一溜烟全跑没了 但是呢 我跑不了啊 整条街上 只有我一个人 孤零零地站在那个地方 守着我的一堆包 跟城管大眼瞪小眼 但是啊 但是 他们特别善良 他们还帮我把东西收拾好 后来我开了一个网店 为了让我一个人的网店 看起来像一个团队在做 我一个人分饰好几个角色 您好 我是一号客服小萌 啊 您要找经理是吗 好的请您稍等 这边说完 赶紧切换我窗口到这边 您好 我是经理大壮 您是要投注一号客服吗 我一会儿就是美女客服 一会儿就变成了霸道总裁 其实整个网店就只有我一个人 一个人做推广 一个人做摄影 一个人做美工 一个人做财务 那个时候每天要是能让我睡上三个小时 我都觉得那太失个痴了 我从一个地摊小贩 变成了一个网店店主 再从一个网店店主 变成了一个半职业的股民 记得我刚刚进入中国股票市场的时候啊 我有几千块钱 可是很快我就赔得血本无归 创业嘛 谁没个失败的时候啊 我要攒钱 我要从头再来 有人攒钱呢 把烟戒了 有人攒钱呢 把酒戒了 我既不会抽烟 也不会喝酒 那这么看起来 我就只能把饭戒掉了 哎 您还别笑 我真的把饭戒了 我把每顿的晚饭钱 全部省了下来 就为了炒股票 可是没想到 这一次我又赔得血本无归 哎 我当时就想啊 再这么赔下去 恐怕把午饭戒了也不够啊 我终于知道 创业这种事靠投机是不行的 要努力 于是我开始系统的去学习股票 我去向老师请教 为了让网络上那些股市大牛 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每天给他发一封邮件 坚持了一个月 他终于肯为我回答那一个问题 通过我的努力 我的资产也从短短的 小小的几千块钱 变成了现在的二十几万 是 我可能还会赔得金光 但是我的热情 永远都不会赔得金光 新东方的创始人 玉敏洪先生 两次高考失败 第三次才考上大学 创业初期 一个人上街去贴小广告 格力集团的董明珠女士 只身一人闯荡珠海 苹果创始人乔布斯先生 为了创业 卖掉了自己的二手汽车 在自家的车库里创业 什么叫做创业 创业就是让你的人生 充满了无限的可能 创业就是让你知道 这个世界上比你优秀的人 还比你努力 创业就是让你累得半死的时候 还能从床上一秒钟爬起来 因为叫醒你的永远都不是闹钟 而是你日夜追寻的梦想 今天我还没有成功 但是我要感谢在场的每一位 是你们让我像一个成功人士一样 做了一场关于创业的演讲 我更希望告诉那些 在创业路上挣扎的人们 即使你像我一样贫穷 卑微甚至是矮小 但你一样有资格 去追求你的梦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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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